昨天大火发生当时住户是纷纷逃命 其中有一名男子刚好去找朋友 三人逃到窗外 一时踩空从五楼跳下 还好命大捡回一命 而住在三楼的一名邱先生说 因为房东不收押金 而且租金很便宜 大概都只要三千到七千元 所以这里大部分住的是低收入户 以及年长者 当时他跟室友听到了噼里啪啦的声响 接着就浓烟密布 两个人想往楼下跑 但火太大只能往上逃 最后冒险分别从五楼 以及六楼的水管往下爬才过救 躺在病床上 邱先生显得相当虚弱 四肢被烫伤用纱布包扎 另一名邓先生则还在加护病房治疗 邱先生说他和朋友住在三楼 火警发生当时 两人先闻到烧焦味 接着就听到噼里啪啦的声响 警觉不对劲赶紧通知隔壁邻居逃命 就赶快叫隔壁那个料理室赶快躺 他有在 我一直敲一下 他就没有反应嘛 和室友两人原本往楼下逃 但楼梯堆满杂物根本出不去 只好往楼上跑 只是浓烟密布 两人被熏得就快要窒息 于是他和室友两人分别沿着五楼 跟六楼的水管往下爬才捡回一命 楼梯街都堆满了杂物 就会很难跑 很浓的烟了啦 后来就一声表表的声音 就从三楼就烧起来这样子 另外命大的还有袁先生 当时从五楼不慎坠落 索性摔在停放在一楼的白色轿车顶 松衣时意识清醒 生命迹象稳定 市长卢秀燕一早也前往探视 回到火警现场 是一栋七楼公寓建筑 但里头却有四十一间的房间 住户说这里因为租金便宜 每间套房约三到七千元不等 而且房东不收押金 因此大部分都住着低收入户年长者 他是不收押金的 大部分都是弱势团体在那边住的 无漏偏逢连夜雨 若是家庭又碰上火警酿悲剧 目前还有二十九名住户 无家可归 暂时又去公所 安置当中记者中部综合报道